大家好啊 今天拜登是终于接任了 那么并没有出现像我们之前所想的 可能会有MAGA去做一些事情 反倒是反倒是 左翼的反拜登的Antifa上街打砸墙了 有人说不是爱华盛顿要搞游行的吗 全是军警 他当然了这个也是违反了美国的各种法律体系 因为本来国民警卫的 美国的军队体系国民警卫队和军队是分开的 国民警卫队是听命于总统的 但是事实上在1月6号的时候 MAGA去国会大厦这件事情 董王是第一时间没有部署国民警卫队的 而且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国民警卫队支援 是彭斯最后要求国民警卫队去现场的 所以彭斯在中间推波助澜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于是董王评估一下后果 这个MAGA武德不充沛 这样下去不行的 本来说magically disappear 结果消失的是我自己 给了自己一个惊喜 今天就起飞到佛罗里达去了 那么美国的报纸很酸 报道说这个是Oasis of MAGA 是MAGA的绿洲 我们看一下 夹道欢迎 即便是反董王的主流妹妹也说 起码这个队伍有五英里之长 也就是开车十几个小时 拖家带口 就为了见他一面 能够跟着他这个车跑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两个问题 第一个 民主党内反对拜登 认为拜登还不够极端的 不能代表他们的民意的人 这种极左安提法 是大有人在 否则不可能 集结一批人 被福克斯派 派在来就宁愿够了 打打抢去了 这不可能 第二个问题 董王在乡下的民众支持 是广泛的 坚实的 而且应该不是用正常方法 能够撼动的 什么叫正常方法 就是用讲道理的方式 应该是无法撼动的 因为他们这些人不讲道理 那么提这个事情 非常重要的是呢 因为董王昨天凌晨的时候 赦免和减罪了143个人 其中有非常 有争议性的某几个人 代表人物 比方说这个名字不能说的 狗头军师 有信 有信 我也算和他间接交过手 我当军功章 戴在胸前 看到没有 隐形军功章 那么这大哥呢 是因为他曾经 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罪证证明 他曾经欺骗选民的竞选经费 谎称这个钱会用来建墙的 结果揣自己口袋里 这个对董王的选民来说 伤害性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对他的选民 一直形造的一个形象就是 我起码说到做到 我是一个真诚的人 对于红伯的来说 这个特别的受用 那么狗头军师这个行为 是极度伤害 董王给他粉丝 营造的这个形象的根基的 是在根本上损害了 董王团队的信誉 所以能够特赦他呢 根据有关人士 不具名的人士说 董王一意孤情 包括伊凡卡和库什纳 都极力反对 但是董王还是特赦了他 而且董王的家族人士称 他到了自己家的度假村 之后几天都准备 在这个度假村里 打打高尔夫 调整一下心情 所以对于这些 真正渴望董王 做点大事的人来说 不可谓不是一种伤害 但换言之 你怎么知道 他就对你不是一种利用了 这要是红伯斯 稍微有那么一丁点文化 那绝对复识一首 有道是 山外青山 楼外楼 白左祸国 计时修 Golf 瓦尔德 董王废 知把佛舟 作变舟啊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很悲惨的是 Maga他们所寄希望于的 这样一个半神 毕竟印度有老哥给董王立生词 Maga指望他 窥狮北上一统敌西 但事实上 董王心里想的 很有可能是利用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 他在1月6号之后 如此直接的表示 就没有再说什么 哎呀 你之前说的那些话 硬气话都没有了 开始像他之前 非常厌恶的那些 共和党的建制派 一样说什么 哎呀 谴责暴力啊 我从来没说暴力 开始拿之前 给自己找的这个后路 说是了 事实上他没有 特赦自己和自己的亲属 也是一个直接的表现 因为如果要搞你 你只能自己赦免的 联邦罪行 事实上在他卸任之前 五天啊 CNN爆出来了 纽约州检察官 已经就啊 特朗普集团 在纽约的地产 发起了犯罪啊 刑事调查 当然了 这个事情 如果就是真的 最后定罪 也不可能说啊 抓到特朗普家族的 任何人去管 估计是抓底下的职员 但是这是一个信号 就是说 你能赦免联邦罪行 但是地方是能搞你的 那保护董王呢 是一直设立吗 更不要说 我们之前说过的 赦免一个人说明什么 潜意设立 说明这个人 可能真的有罪 是吧 可能真的有罪 更不要说 就是自己赦免 自己相当于 自己认了 我有罪 对于董王来说 他不想被定罪 最好的盾牌 难道是一指 联邦层面的设定吗 肯定不是 而是这千千万万 支持他的MAGA 误以为 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能够回师北上 May America Great Again 这帮子人 那他们的存在 导致了 如果任何人 即便民主党 你和我胜中要团结 对吧 我现在不赦免自己 我认为我是无罪的 你一定要搞我 民众会怎么想 他们远要比一指 联邦层面的设定 一方面不是州 一方面 我自己承认 我自己有罪的 一个潜意识 对吧 有用的多 所以是一个利用关系 我认为短期 董王说自己要阻挡也好 都是用来保全自己 和自己家族的 他并不是真的要 哎呦妈嘎 怎么着 他如果真的有这个胆量 真的是这么想的话 1月6号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了 起码他的演讲里面说 我会跟你们一起walk 我会跟你们一起走的 一起走的 根本没有讲完直接溜了 所以我的观点 MAGA这些人一腔热血 现在就是被董王利用 利用到什么时候呢 能利用多久 就利用多久 被董王当中一个盾牌来用 你说的2024真的能选吗 真的未必 参议院这个共产党的人 有的人是非常希望 把董王的MAGA粉丝分走的 但事实上目前来看 第二个支持率是彭斯 彭斯是真的不行 就跟拜登一样 他是个好人 但是民众需要强人 那么第三呢 特朗普的儿子 那么有什么区别 所以这个是行不通的 这是董王这边的事 今天参加了拜登 这个就职典礼的 共产党这边三大佬 分别是彭斯 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 麦卡锡和参议院 现在也算是少数党领袖了 麦康纳尔 他三个去了 那他三个呢 其实跟董王 就是为什么董王不去 董王是反建制派 他三个都是建制派 正儿八经的建制派 跟董王是尿不到一个胡去的 麦康纳尔这两天 磨刀磨磨 向董王话说的 已经非常难听了 所以他们去拜登 那个就职典礼 什么都说明不了 然后今天拜登干了一些事 主要是回归国际组织 这些 回归国际组织 本身说明不了什么 回归之后 你干什么才重要 而你回归之后 能干什么 其实并不取得于 拜登自己的主观意识 毕竟现在大家参议院 还是50比50 即便你是50比50 实际上你是副总统 那边多了一票 是个虚票 投票的时候 如果你不能多说到60% 你还是这个法案过不去了 你只能简单法案 不能起到一个 共和党还是有潜质的 这样一个潜质的 金赛荣教授 就是这个东西 对美国国内矛盾 有五个非常经典的归纳 分别是上下联邦和地方 左右共和党民主党 黑白就是种族了 其实不光是黑白 是西裔亚裔 矛盾都非常激烈 虚实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 比方说现在这个什么 高科技制造业 跟金融业 什么传统的化石能源行业 跟新能源行业 内外 也就是美国优先 还是说像拜登 现在搞的 我们要什么重回国际 事实上民主党认为 这个什么重回国际也好 什么重新 拜登原文是 作为灯塔 重新照耀世界也好 都是觉得这样对美国更好 其实他也是没有 明说的America first 美国优先 但事实上 事实上 我们这两期视频 已经讲过了 被迫接受美国 叫要的这些国家 遭受疫情打击最大的 那些国家 如果美国真正给他们 他们需要的照耀的话 那么美国自己就要熄灭 燃烧自己 照亮他人 什么时候美国 变得这么大公司 不可能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呢 就是选择性照耀 重点照耀 这个非常有可能 就是重点照耀 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 这汉的汉死 唠的唠死 这边呢 照着 哎呀 我这个热的呀 我这个热乎的 我这零下四十度 我就被你照了 我的衣服都要脱光了 而那些别的地理位置 地缘重要性 不如这些国家的国家呢 那我估计只能 黑暗中寻找光明了 这是一句话 另外一种模式 就是来自自然界的 这边可以叫 竞争照耀 就像 特别是鸟类 玉雏的时候 很多雏鸟 张着个嘴 然后把这个虫子叼来呢 哪个张的嘴最大 哪个叫声最大 是吧 我也给它了 那么叫声 在这边代表什么呢 大家想必都非常清楚 但这个呢 也有一个弊端 就是如果我真的 比别的雏鸟 有这么多能量 我张的嘴这么大 我叫的声音这么小 你全都喂给我了 那我干嘛不能 自立门户呢 我干嘛不能 左右逢圆呢 我干嘛不能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甚至 我可以吃着碗里的 看着两个锅里的 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新加坡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对于美国来说 这两个战略 我认为比较有可能的 是第一个啊 选择性照摇战略 但是这个呢 在国际环境上 像玻璃欧亚那样 我直接把摄像头关了 好吧 那玻璃欧亚 他估计到联合国去 这是天天 只要他有发言机会 那就是骂美国了 这样的国家 应该是非常多的 特别是啊 这个因为环境问题 什么巴巴多斯之前 巴巴多斯一个国家 只有四台呼吸机 然后美国有个商人 捐给了巴巴多斯 二十台 捐线 他是捐线 没有经济网来了 被美国的海关给扣掉了 他一个国家 只有四台呼吸机 你这也狠心扣得下去 这美国海关工作人员 估计是混娱乐卷的 所以就 唉 难说了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拜登所提出的 第一个要解决 美国这些矛盾 叫做解决内战 他可能解决吗 完全不可能解决 他提出八个字 我简化成 敞开心扉 宽容谦卑 这有用的话 就不可能有 1月6号那个事 就像之前 那个知识民主党 后来走上了 正确道路的美国朋友说的 但我只能选择 怎么去死 他们能选择 用哪台呼吸机的时候 我就知道 这个社会不行了 这时候 拜登就在他面前 说什么 你要敞开心扉 你要宽容谦卑 我估计下面发生什么事情 肯定是限制级了 这是他提出的 第一个 终结内战 我认为不可能 第二个 重新造调世界 短时间可能 但长时间不太可能 这里还要特别考虑到一个问题 欧盟的表态 董王在任上呢 跟德国的外交 搞得一塌糊涂 更不要说 现在非常有趣的是 默考尔直接是表示 整个欧洲一会 因为他们没有 非常垄断全球的这种 信息产业 类似这种 推特啊 什么 亚马逊 现在也提供云符啊 什么 脸书啊 这些东西 没有 所以呢 他们特别关注 对于这方面 而且美国已经非常明确的 跟你欧洲说了 我这是窃听你怎么样 有技术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在这种情况下呢 欧洲的表态 就是我们欧洲要有自己的外交 我可能技术上不行 但是我外交起码 我肯定要给你添堵 为了什么 为了我自己的利益 在这个上面呢 我不说他们跟我国站在了一起 但起码跟美国站在了对立面 这一点就很好 而且人家的自由民主 那不知道比你美国自由民主多少 那是真的自由民主 荷兰这种国家多自由 我都不用去说了 他们在联合国 占了非常多的话语权 国际组织 不光是联合国 联合国的下辖机构 教科文组织 什么人权理事会 美国不是都退了吗 那特朗普退了 你拜登加不加回来 人权理事会 你只要敢进人权理事会 我估计是美国进人权理事会之后 每天最重要的公务 就是挨了这对骂 想法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第三个呢 就是所谓的实用主义 非建计 想要制造业回流 这五个字 美国说制造业回流 这 除非你资本主义不搞 第四个 重塑美国的信誉 这跟之前那个什么 成为灯塔 有一点不一样 在于成为灯塔 照耀都是美国 想要照射的那些人 是什么 所谓的民主 人权国家 是一个意识形态上面的问题 但是维持美国的信誉 我国跟美国 现在是竞争 加合作关系 也是可以谈 美国到底有没有信誉 因为董王不是喜欢 极限施压吗 可以 握手了 我们签了 没签了 是吧 喜欢搞这个 所以属于他的信誉 有问题 拜登和他的班子 作为很多的老牌 建制牌这些人 都是专业政客 所以他们的政策 起码会有连续性 这一点 应该说是一个利好 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事实上 不是像我们想的 你巴巴巴巴巴 大起大落是好的 对于国家来说 大起大落 虽然说实际上 这个叫net worth 就是实际上 是一个平线 如果我们把 上面和下面 抵掉不好 对吧 但是正当的时候 对于国家来说 伤害是非常大的 事实上的影响 远不是说什么上和下 这个政府啊 能够相抵 就能弥补了 所以任何国家都期望说 与其说 大大大大 不如说你就别动 这个是好的 这一点是我认为 是一个优势 在应该新冠上 烧三把火的时候 你烧三把鬼火 给我看 我能不开心吗 所以呢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即便他想要继续 他没有 他不准备 也不可能撤回 董王之前 一些乱七八糟的政策 什么贸易封锁之后 而且他对移民 吸引人才上 绝对跟我国会有 更激烈的竞争 人才上的竞争 但是呢 这个不能阻碍 国际大环境下 国际战略上 他想要 因为他已经明确说了 你就算是人才竞争 美国的人才比中国多 因为我们这边是全产业链 而且我们人多贸易广 你那边产业空心化了 如果你没有广泛的 盟友知识 美国绝对不可能 赢得跟中国的竞争 而如果他想要赢得盟友 实际上要干嘛 要钱 他现在有钱吗 我认为不太可能有钱 所以如果他现在提出的三个药 都是姑息疗法 没有用 我还没说新冠的事呢 我还没说新冠的事呢 他现在准备 我还是用福奇 福奇之前说的 也是符合美国国情的呀 你说福奇是不是 叫美国民众不要戴口罩 那没有口罩 我能说叫你们都去戴口罩吗 那医护人员戴什么 是吧 这也是实际上的问题 这美国决定 跟董王没关系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认为我国的机会来了 所以呢 各位啊 这个我感觉 听完他今天这个发言 看了非常多的资料 心潮澎湃啊 非常感动 我觉得我们能够 参与啊 这个历史的变革 这个百年我有的大变局 是非常荣幸 也非常激动 希望我们现在每天 大家的工作 学习 以后再对自己 对自己的家人 子子孙孙 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 都可以非常自豪 不带任何遗憾的说 当年中美 我为中国 做了什么什么什么贡献 这段光辉的历史 我们每个人 现在都是参与者 每个人都在参与中 这不比博人赚热血 最后呢 说一句那个 他现在这个新国务卿 安东尼布林肯 说了一句话 说 我们一定能赢得 与中国的竞争 巧了 我们也觉得能赢得 跟你的竞争